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 你累不累 李二哥 这棵树都快枯死了 抬着它 还不如抬一桶水种呢 小时真是树枝大意 李二哥哥 你看 把树种在这里行不行 这里倒是水源充足 可就是 就是怎么了 你看你脚底下都是万石 小树根本不能生长啊 对 你要说生长 但我们要找个泥土松软 而且水分也同样充足的地方 哎 我知道是哪里了 哪里啊 你们跟我来 小时 这就是你找的 泥土松软 而且水分也同样充足的地方吗 是啊 你们看这里 泥土不松软吗 水分不充足吗 泥土松软 而且水分也同样充足 小时 下次一定要想好了再说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拜托 这里是沼泽地 我们连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怎么去种树 到底种哪里好呢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种树可真是有大学问 干脆我们就把树扔到树林子里面 让它自生自灭吧 拜托 这种树可真是有大学问 这可是咱们一起送给小智的生日礼物啊 就是啊 咱们还要用这棵小树拯救小智呢 哎 小智从小就是个小财迷 见到什么宝贝都想要 但好在小智很善良 其实小智本来就想收下这棵小树 因为他说就咱们有家 而小树孤孤苦伶仃的很可怜 所以就收养了 就算小智那天不过生日 他也会收下的 嗯 哎 咱们把小树树栽到树林里面吧 嗯 不行 大树可以栽到树林子里面 小树就不行了 为什么啊 因为这里树林太密了 小树各自小 根本就找不到太阳啊 啊 到底种在哪里好呢 我们还是去问问农人伯伯吧 他们可比咱们有经验 嗯 我不行了 我要休息一会儿 我也要休息一下 没想到这棵树变沉了 不是这棵树变沉了 是咱们没力气了 爹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种麦子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冬天 因为冬天咱们家有粮食 瞧笨蛋 冬天种麦子 刨坑都跑不动 你想累死你爹爹啊 那咱们就夏天种麦子咯 夏天老下雨 你不就好刨坑了 你真笨 夏天的时候太阳那么毒 不把麦苗都给晒死啊 冬天夏天都不行 那秋天呢 你爹爹爹爹早逃晚归 回去干嘛了 收麦子啊 原来秋天也不能种了 那就 春天吧 你说我是夸你聪明啊 还是说你笨 既然山谷不行 树林也不行 那干脆 那干脆就种在这里吧 种好了 只要芹椒水 这棵小树就能活过来 咱们去叫小智吧 告诉他 这是他今年的生日礼物 居然偷懒 真不够朋友 丽儿 谢谢你 也谢谢大家 你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举舍了吧 其实上古今都比并不是什么宝贝 真正的宝贝是咱们的友谊 刚拿到金刀笔的时候 我还很开心 但是渐渐的 没有你们在身边 我就觉得很没意思 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宁肯不要金刀笔 也要得到你们 也许都是李尔在说大道理 今天怎么轮到你了 以后咱们就轮流保管吧 我赞同 我赞同 可是我觉得咱们光宝贝也没用啊 是啊 咱们当初可是要用它来传承文化和知识的 放在咱们手里 倒不如 倒不如让先生保管 说得对 先生要是知道 我们找到了上古金刀笔 一定很吃惊 那先生会不会像小智一样让金刀笔迷住 要是先生被迷住 咱们一定要让先生中中树 为什么 当然是让先生也去明白取舍之道 当然是让先生也去明白取舍之道